可以 這樣能看到嗎? 可以 OK 大家好,我是莊玉南 可以叫我Alan 然後我現在是Rise University的PhD學生 然後我讀的是Computer Science 然後我現在是二年級 然後我在做的研究就是 像是剛才那個 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就是Interpretable的Machine Learning 或者是這種Explainable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目的就是在 就是在 介紹就是這個 Machine Learning Model 為什麼會做出這種 Prediction你要去給它一個解釋 然後讓人家去 去信服你說 這個Prediction Model 就是這個Prediction Result 不是亂來的 OK,然後講一下我的 自我介紹嗎?好,我以前在台灣念的 碩班 然後我以前做的是 Recommendation System 就是做推薦系統相關 所以等一下QA如果有推薦系統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問我 但我會盡量回答得出來 對,OK 然後我以前是 大學時候念數學 所以我大學在四年級畢業以前 我是不會寫Code 就是我連一行Code都看不懂 對,所以 在這邊鼓勵就是 就是還想寫Code的人 就是 不要放棄 就是 都有機會 對,然後 就是努力 連連連 應該是有 是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去做點事 OK 好 那今天的話 主要是 OK 那個 有要說 沒有,我只是想要講說 這開頭太勵志了 對 反正 對對對 然後就是今天我不是什麼大師 對 我就只是一個普通的二年級的PhD學生 所以你如果要打斷我的話 你就直接 就是開啟你的麥克風 然後把我打斷 都沒關係 OK 好 好 那我就開始吧 嗯 OK 然後 今天的Outline會比較是 著重在四個點 第一個就是我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 什麼是 XAI 就是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什麼是可解式機器學習 然後再來就是 我的 接下來就是 比較偏向我的研究的部分 就是在可解式機器學習裡面 主要會有兩種分的 一種是 模型的本身 就有可解式型 那舉個例子來說 像是 大家可能有聽過 那個二分法術 就是 Decision Tree 這種Decision Tree的話 它在做Prediction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決策過程 那這種就是 可能就是 這種就是 模型本身就是具有可解式型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那另外一種是 像是 你們比較常聽到 神經網路 然後 像是 什麼 Deep Newer Network 就是那種 Fully Connected 那種 那種就是 Black Box Model 那它本身就不具有可解式型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 裡面的那些 Learning Weight 就是那些 學習的那些 Weight 到底怎麼分佈 或是怎麼去讓這個 Model 學習的這個動作 所以 我們就需要一個事後的解釋 就是我在模型 Prediction Model 學完之後 我在額外去 Learn 一個 我們叫Explainer 就是解釋的 專門用來解釋的模型 去解釋那個 Prediction Model 然後這種的 學習方式叫做 Post-Hoc Post-Hoc 就是 After Prediction Process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來 講完這個之後 我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 XAI 目前有什麼應用 就是我相信大家 如果不是 Computer Science 背景的人 可能也不要看 就是會覺得 那我到底學的有什麼應用 然後再來就是 我講一下現在有什麼 Open Source Package 就是 就是可以做這個 Explainable Model 那當然現在就是 就是大家都用 Python 所以我就是 講兩個 Python Open Source Package 然後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東西 不是想像中的遙不可及 就是 每個人在每個人的領域 只要你有 Prediction Model 你想要做 Explainable 那人人都可以有機會 可以 踏進這個領域 OK 好 那接下來就來 講一下 什麼是 XAI OK 那 就是 人工智慧在 在我們市場生活中 已經有很多很多應用了 像是 這最近很 前陣子 比較流行的 就是 DeepMind 不是 創了一個 AlphaGo嗎 就是去 玩這個圍棋 然後它可以下贏 那個人類的 Expert 就是那個什麼 第40 對 那前陣子還有 還有 Define有給了一個叫 AlphaTensor 跟 Alpha 那個叫蒜蛋白質的那個東西 那其實上他們都是 就是 Reinforcement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強化學習 強化式學習的這種應用 在日常生活領域那種 OK 那包括像是一些 Medical Diagnosis 就是 例如說我給你一個 X 光片 然後你希望這個 Machining Model 判斷你有沒有腦瘤 那他就會說 有或沒有 類似這種 或是甚至說你 你給今天一個 Machining Model 說你今天有咳嗽 有什麼症狀 然後他幫你判斷你到底 有什麼病 類似這種 的 Medical Diagnosis 或是像是 Tesla的 Autopilot 就是 這種 自動駕駛 它不是會 就是 Detect 就是有什麼物體 然後他會 給你一個最佳路徑 讓你這個車子去開 OK 那再來就是 Voice Recognition 就是像是 Alexa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的 智慧音箱 就是你只要講 對這個音箱講的時候 它就會偵測你的 語音 然後把這個東西轉換成 轉換成那個文字 然後透過這個文字去 跟那個 Online Server 去Request它這個服務 或是像最近 Meta有一個很紅的 Speech to Speech 就是把台語 轉換成英文的那個 那個也很深 對 所以就是類似這種 這種 AI 的應用 在日常中 我總是越來越常見 OK 那 但是 就是我們其實很難知道 就是這些模型 就為什麼會去做出這些盤斷 像是你去 假設你去看一個醫生 然後今天醫生推了一個 醫療診斷的模型 然後你把 你把你的病狀全部 輸入這個醫療診斷模型 他就說 你今天只是感冒 你信嗎 就是為什麼 就問你為什麼會做出這個判斷 或者是今天 Tesla給你一個最佳的這個 自動駕駛的路線規劃 你這個路線規劃 它給你給出來之後 你真的按照它這樣開 你真的覺得它不會出事嗎 就是這個決策過程中 如果能夠提供說 今天是因為這個模型 學到了什麼什麼什麼特徵 或是他感知到了 例如說有一個行人走過去 他停下來 或是他覺得 他detect到前方是綠燈 這個 這種感知的 這種為什麼的這種過程 如果提供給使用者的話 那它其實 其實上可以增加人們對這個 模型 這個prediction model 這種機器學型模型的 這種可信度 對吧 所以整個這個XAI 它其實就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它希望提供給使用者 一個合理的原因 就是例如說 因為這個模型 學了什麼特徵 或是這個模型 因為看到了什麼 或是這模型 因為學習了 某兩三個特徵 而導致我做出 這個prediction的結果 那XAI就是在 在把這個過程給完善 所以像是左邊這個 這個假設這個autopilot 我剛才講過 就是我們XAI要做什麼 我們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想要提供 就是為什麼這個autopilot 會給你的 就是autopilot 做的路徑規劃是安全的 所以你就要跟使用講說 好 因為我偵測到模型 偵測到我的模型 偵測到人 我的模型 偵測到前方 可能50米內 沒有車子 類似這樣 那再來就是 例如說 像是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 這個 醫療的這種診斷 醫療診斷 它其實你就是要 例如說 你要說服這個醫生 或是說服這個病人說 偶爾你今天 因為我在你腦的出光片裡面 看到某一塊是腦瘤 我把它框起來 所以我判斷你的腦瘤 這個動作其實上 看起來就是沒有這麼的 在整個prediction的過程中 看起來沒有這麼的 沒有這麼的 這麼有需求 但是如果你提供給使用者 這個步驟的話 就是為什麼這個步驟的話 那使用者其實會對於你的 決策模型 感到就是非常的 例如說 他可以放下心來去相信 這個決策 對當然還有很多 我沒有提到的應用 像是 例如做股市交易 或是什麼 你今天股市說 你就買50萬的Meta股票 類似這樣 Meta現在已經跌到 跌到的骨折了 對不對 就是他叫你賣掉 你說為什麼他不會 他不會跌超過 低於100塊 那就是 這模型如果預測錯了 那他叫你趕快賣掉 他說因為這個股票可能跌超過 100塊 但是這種東西 那你總要說服這個 買賣的這個trader 說 因為什麼 我看到他的財報 什麼全部都不達標 什麼什麼鬼的 這種 這種檢測到特徵 你才能說服使用者說 你這個 預設模型是 是可信 對吧 OK 所以 這種東西其實牽扯到幾個點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講到 你要說服使用者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提供安全 再來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一些法規的東西 像是 GDPR 像是 Facebook在前陣子 不是 被 Zack Scubert被叫去歐洲議會罵嗎 然後 或是 那個Google CEO被叫去美國 美國的那個 眾議院被叫去罵 其實就是 就是在說 就是 你們使用的這些privacy data 或是你們使用這些 這些個人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就是 你沒有提供給使用者一個合理 或是讓他覺得安全 幸福的這種使用方法的準則 你不能就是 無條件無上限去使用這些東西 這些feature當作 訓練模型的一個依據 所以如果你今天能透過 XIS這些方法 提供給這些使用者說 那我今天是因為用了你這些feature 這些feature 然後導致我提供給你這些 個人化的一些 不管是推薦結果 或是預測結果 那其實使用者 他 他在某種程度上 他會比較安心說 哦 原來你是使用過這些東西 縱使他是隱私資料 但是總比 就是完全關起門來 然後做事 然後就跟你講結果 跑得非常多 對 所以這就是XIS為什麼 就是在這 這 我不敢說這一兩年 或是這三四年 來越來越多人關注的一個原因 OK 好 那 再來就是 那 剛才那些都是一些 比較 比較 HIGH LEVEL層面 那我們現在現在就講一些 比較 比較 這叫什麼 比較 科地層面的東西嗎 反正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在做這種 IMAGE CLASSIFICATION 就是我們這個圖片分的 那我們在判斷這個模型好不好 就是我們單純做實驗 我們要train一個 我們要訓練一個 這個圖片分類的模型 那這個圖片分類模型 我們總不能說 欸 就是 哦當然可以說就是 prediction 就是例如說我們去看它說 預測準不準確 就例如說看它 accuracy好不好啊 就是我有沒有成功的預測到 屬於這張圖的Label 當然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可以其實可以想一件事 就是 今天這張圖是一隻青蛙 那 今天這張圖是一隻青蛙 那今天這個模型 是真的學到青蛙的特徵嗎 也就是說換句話說就是 它真的學到青蛙這個頭嗎 就是這個 這個 IMAGE CLASSIFICATION 這個 這個模型 真的學到這個青蛙的頭 沒有人知道嘛 它有可能是學 假設後面有一個 例如一個水塘 然後上面有一個荷葉 然後它就覺得大部分的青蛙圖片都是因為青蛙站在水塘跟荷葉上面 所以它就反而去抓那個水塘跟荷葉的特徵 那這件事情不是我們樂見 為什麼 那當今天有一個像是這種圖片的來 那學到水塘跟青蛙的這種 的圖片分類的這種的model 是不是就會predict錯誤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不樂見 所以透過這種XAI的方法就是我們去看說 到底哪一塊哪一塊重要 那最後如果我們得到我們最後的解釋是 因為它判斷這張圖是青蛙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這個很具代表性的頭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模型其實是學往對的方向 而不是在抓一些背景的漏洞 或是一些shortcut 就是一些捷徑的feature 來讓我們的IMAGE CLASSIFICATION的accurity上升 那或者是像是在MEDICAL DIAGONOSIS 就例如說 我們就假設 假設今天有一個檢測 你是不是得COVID的classifier 那大家都知道COVID就是 很大的機率就會 例如發燒、喉嚨痛 那今天假設你只是感冒 那你只要輸入發燒跟喉嚨痛 這兩個症狀進去 它就說你得COVID 那你就是慌了 為什麼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要去判斷說 今天這個DIAGONOSIS的MACHINELY MODEL 是不是真的學到我們要學的特徵 就例如說我們也提供了一些 肺部X光照片啊什麼的 但他就會去說 因為他做出這個COVID診断 並不單單只是透過 你有喉嚨痛跟發燒 這兩個特徵 而得出你有的COVID這個結論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在 在提供這種prediction result 給使用者的時候 我們附帶上 我們因為detect到你有什麼什麼什麼特徵 那使用者在相信這一種prediction model 一定會更加的幸福 OK 好 那我喝個水 OK所以總結來說 就是AI跟XAI它其實上 它是一個相輔相成的一個循環的 循環的一個過程 就是如果今天沒有prediction model 那就是我們今天如果沒有AI的預測 那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去解釋這個東西 所以XAI就不會出現 所以我們今天XAI其實 主要是就是透過就是 我們另外訓練一個模型 或是這個prediction模型 本身就具有可解釋的特性 然後來達到這個提供解釋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可以看這邊有一張柴犬 然後這邊有一個prediction model 他判斷說他是一隻柴犬 對吧 那為什麼 有可能是這個柴犬趴在地上 因為大部分的狗都爬在地上 我學到這邊比較偏旁的這些特徵 導致他判斷他是柴犬 也有可能 或是因為他只看到他是橘色的這個毛色 就說他是柴犬 類似這種 就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是一個黑盒子的模型 就是我們就說 所謂的blackbox model 對所以我們需要另外一個XAI的這種model 去把這個黑盒打開 去把這個blackbox給打開 然後我們就看到說 為什麼他給出這個圖片是一隻柴犬 然後因為他看到柴犬細細的眼睛 跟柴犬特有的耳朵 那因為這個特徵的學習 所以我們讓這個圖片被判斷為柴犬 那這時候這個prediction model 就非常的可信 因為我們知道他學習到正確的方向 而不是去偷懶 去偷懶學習別的特徵 造成這個prediction結果 所以這個模型 prediction model 就會是比較一個可信的程度 OK 好 那 剛才那個就是一個XAI的就是 大概念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現在來比較深入一點 就是 因為我不確定這邊是不是全部都是 CS Background 的人 的同學 或是老師 或是POSE 一些POSE 碩士生 所以我今天就是 會給一個比較high level 的 的一個talk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深入了解 就是這種XAI 有什麼 有什麼線型 有什麼 SOLTA technique 就是可以去執行這個 這個Explanation的動作 OK 那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可以大概看一下幾個不同的scope 那這邊有分成global跟local 我其實就大概講一下 這個global其實就是 我們在看模型 這個假設今天這個image classifier 這個classifier in total 就是這個模型在乎什麼特徵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都 都例如在train一個 假設狗 狗的品種分類的 的這種 圖片分類的模型的model 好了 那我們可以就是 想要知道這個模型到底在乎什麼 例如說 狗的很多不同品種耳朵都不一樣 所以耳朵就是這個模型在乎的一個特徵 這就是global的scope 那什麼是local呢? local比較偏向是我們去解釋每一張圖片 它在乎什麼 就是 像是 我舉個例子 像剛剛那張柴犬 我們如果要做global的話 我們就是必須要去看上面的classification model 它在乎的 在所有的狗裡面它在乎的什麼特徵 但是如果在local scope下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必須一張一張圖片去看說 這張圖片它是因為 這個柴犬的臉 那下一張圖片可能因為 什麼 邊境牧羊犬的尾巴或是邊境牧羊犬的耳朵 這種 所以在local scope以下 每一張圖片都會具有每一張圖片的解釋 所以這其實有各有各的好處 就是我們當今天如果要去宏觀的看說這個模型可不可行 那我們當然就使用global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要去提供給使用者說 因為in total來說 我們這個autopilot for example 就是in total來說 我們這個假設autopilot這個模型 因為它會去 它的 它會去detect 紅綠燈有沒有亮 或是有沒有行人 或是路上有沒有障礙物 這種in total的方式我們去說服使用者 那我們當然就使用global 那local的話就是我們說 在現在這個場景裡面 就這一秒 那現在這一秒 我們這個sensordetect到的這個接景 那因為它有什麼什麼什麼 下一秒又可以提供到什麼什麼 所以當我們今天要去 去分析每一秒的這種接景圖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使用local的模型 那local模型就會比較提供比較 算是比較客製化的一個解釋的結果 給使用者 OK 那這個是global跟local 那 再來旁邊兩個有不同的manners 就是一個是intrinsic 一個是postup 那intrinsic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模型本身就具有可解釋性 那什麼叫具有可解釋性 本身就具有可解釋 像這個角色術 就是模型最後說 哦我今天要預測它的結果是c 那因為我們就可以從這個c往後 就是假設它因為走到這個 走到這個走到這個 例如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模型在做決策的時候 它是因為經過了什麼條件 然後來達到這個最後prediction的結果 那這個模型本身就是具有可解釋性 因為我們可以從模型的決策過程中 知道它做的 截取了什麼特徵 或是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condition的選擇 OK這個就是intrinsic model 或是在右邊這個 就是如果大家有稍微聽過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講座或是課程的話 應該是會知道bred這個東西 那bred這個東西它裡面 字跟字在模型訓練裡面 字會有一個東西叫attention score 就是所謂attention score 就是例如說我今天把一個句子 丟到這個birth model裡面 那我每一個字對於模型最後預測出 假設我要做semantic prediction 我預測這句話是正向或是負向的情緒 那我每一個字對於這個正向或負向情緒 的貢獻程度都有加油 就是例如說I love this movie 那love對於它最後判斷出是正向 絕對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love這個字本身就是一個正向的動詞 對那這個很大貢獻這個分數 我們可以理解為就是model的attention weight 就是這邊比較high level這樣 對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字跟字之間不同的重要的 這種對於model prediction不同的重要程度 來去判斷說今天這個 今天這句話到底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會做出它是正向的這個prediction result 透過去拿裡面的這個important score 來最後做prediction結果 對那這個我剛才講的這兩個模型 都是intrinsic就是模型本身是具有 prediction模型本身是具有可解釋性的這個範疇 那再來就是pulsar 那pulsar我覺得我等一下也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我比較focus在這一個這個點上 不是前面不好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大部分 就是machining model都是用一些比較黑盒子的模型 像是我可能就隨便建一個深度學習的網路 對吧 就開始疊一些積木啊 疊一些什麼全連接層什麼的convolution 疊疊疊疊疊疊 那這些prediction model重視它有很好的結果 但是它本身這些 因為我不知道它裡面在幹了什麼事 例如說我不知道它去學了什麼feature什麼 所以這種比較黑盒的學習 就需要這種pulsar的解釋 就是我需要在模型訓練 預測模型訓練完後再提供一個解釋 專門用來解釋的模型來去解釋前面那個預測的模型 OK 所以這種這種模型在日常生活的這種scenario下 是比較常遇到的 就舉個例子 像是例如說我們做推薦系統好了 我們做推薦系統可能會用一些神經網路的預測模型來做訓練 那這時候它神經網路的這個推薦系統本身就不具有可解釋性 對吧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個事後的解釋性模型來去解釋那個推薦的預測模型 OK 那這邊一樣有提供就是這個事後解釋模型一樣有兩個scope 一個就是global一個是local 那global的話就一樣就是我去看說這個神經網路預測模型呢 它到底這個模型本身注重了什麼大方向的teacher 那local的話我就去說這個神經網路對於每一個使用者來說 因為我看到使用者A他的年齡過18歲 然後例如說他是男性 然後例如說他居住在亞洲 那居住在亞洲 然後他會說中文他會說台語 所以我推高五人的歌給他 對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特徵 所以我根據每一個人去提供不同的模型解釋 這個就是在local scope在做的事情 OK 好 好 那 所以 in conclusion 就是今天 比較主流的分成這兩種東西 intrinsic跟post hoc 那 對 然後我今天會比較著重在討論這個post hoc的 explanation 然後再更進一步就是我會比較著重在local的部分 OK 因為local比較是屬於更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 像我剛才舉的推薦系統的場景 OK 好 那稍微再講一下intrinsic local 那 這邊有一個圖片 然後這是一篇文章 那 例如說 我今天說這篇文章很重要 為什麼 例如說 因為它detect到這個什麼ent 23 或是它detect到什麼 natural tenacity 這種字眼 所以透過這種 我說哪一個字哪一個字比較重要的這個過程 我提供給這個使用者來說 使用者說 我今天為什麼拿這個文章做出以下的預測 是因為我在我的模型吃的這個ent 23 今天我模型吃的這種這種比較具有情緒的字眼 這種 這種的過程 然後讓使用者跟他信服說 我的這種文字預測模型 預測出來的結果是可以信服的 OK 這就是intrinsic本身的 intrinsic本身要提供的東西 OK 好 那再來就是什麼是intrinsic global 我剛才說global主要是在模型本身注重什麼 所以 例如說我們今天設計一個可解釋的 CNN就是 是屬於image classification的其中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模型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去說 為什麼這個CNN會成功預測出這個貓是 這個貓的圖片是一隻貓 但是因為它detect到這個貓的頭 那如果我們從CNN裡面把裡面抽取出一層 例如說其中一層model weight 那這個model weight我把它蓋在圖片上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看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模型去對其中某些feature做convolution 得到了某些特定的feature 那導致這個CNN的模型去做出它是model prediction 的這個結果 對 那從模型中抽出這個mask 然後來或是抽出這個feature map 然後來讓這個最後的結果是可以看到 來讓使用者來看說 其實這個最後的預測結果是 是具於是可以信譜的 這個過程它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intrinsic的過程 那所謂intrinsic就是我們模型本身就具有可以製造解釋的這個功能 OK 或是模型本身就具有可以提煉出某些component 然後進而提供使用者解釋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intrinsic的過程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會比較著重的Posock Posock的Explanation OK 那Posock的Explanation它主要是分成兩個步驟 前面就會是我們的blackbox model 對 就是所謂的blackbox model 就是我們的prediction model 我們會有data 我們會有model 然後去訓練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explainer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拿來解釋這個prediction model 的machinery model OK 那再來我們會需要一些metrics 就是需要一些評估準則 來去看說這個explainer到底學的好不好 你並不是說我今天給你一個explainer 你就要物料先去相信它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透過很多很多不同種的metrics 來去判斷它好不好 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屬於這個shopee value 如果這邊有經濟學背景的 或是曾經學過經濟學的學的人 可能會對這個字滿熟悉 對 它就是同一個東西 對它其實就只是要去算說每一個feature 對於這個prediction model的貢獻程度是多少 我們藉由這個game theory這個理論裡面的shopee value 來製造我們的所謂的正確檔案 然後去做evaluation 對 OK 那這個explainer有很多很多方法 像是shope 像是line 這種 對 那這些 這邊 列出來這些方法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確定 就是如果我們要做 剛剛我們所謂的local explanation的話 那我們每張圖都必須要提供一個解釋 那以現在目前的比較常見的方法 我不能說全部 因為現在也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現在比較常見的方法 就是我們一張圖 例如說我們要給一張圖片的解釋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explainer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有十萬張圖片 我們就必須trans十萬個explainer 因為我們要給每一張圖片 一個客製化的解釋結果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有十萬 那會導致什麼 導致這個過程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這些方法就有一些缺點 當然就有些人說 你今天有shopee 就是經濟學game theory 這麼好的一個準則 你為什麼不拿來用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能直接拿shopee 來做最後模型解釋的一個結論 OK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比較 再往裡面挖一點 那什麼是shopee value 其實shopee value 其實就是我們把game theory的一個東西借過來 然後來給模型的prediction做解釋 好 那我們要知道shopee value必須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每一個feature 我們的目的就是知道每一個feature的important score 就是我們需要知道每一個feature的重要程度的分數 那我們要知道每一個feature的重要分數必須要做一些什麼事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要把每一個 假設我們這邊有user0有四個feature好了 在這邊5個12345 我們要判斷這個user0是不是他可以還清這個房貸 OK 那我們就必須要知道說每一個feature對於能不能還清房貸的重要程度 我們要做一件事就是例如說我們必須要例如說 我們要知道這個job加這個marital status這個婚姻狀況的兩個feature的共同貢獻 對於這個房貸能不能還清房貸這個prediction的重要程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go through all the combination 就是所有的feature的composition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說我們必須要去走例如age加job加marital加education 或是age加job加marital或是age加job 這種所有的feature組合我們才可以知道 在shopee value裡面我們才可以知道每一個 每一個單一feature對於最後prediction結果的重要程度 所以這會導致說什麼 這會導致說如果我今天這邊只有5個feature那倒還好 那我所有的組合量就是2的五次方嘛 就是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所以是2的五次方 那今天如果我在大公司裡面做推薦系統 我有2000個feature那就會是2的2000次方 這個一個user就需要2的2000次方的計算的次數 那還得了我今天有11個user那撐下去 那就是算不完了嘛 整個運算過程算不完了 所以今天這個shopee value我為什麼不能用 就是因為它其實本身是一個nphard problem 就是它的複雜度太高了 而且我們不能用低複雜度的方法去驗證它 我們算出來的東西是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nphard 所以我們在直接拿shopee value這個詞 來當作最後解釋的important score的話 其實可以但是是不現實的 為什麼因為它太吃時間 它需要太大的計算的複雜度 所以導致我們沒辦法使用這個狀況 ok對剛才漏掌一下後面這個 其實後面這個東西它就是在算說 如果我今天把例如說我今天只在乎job跟marito 我今天把另外三個拿掉後 那我的model會 the prediction 會做出什麼結果 就是會會 我model prediction 結果會發生這種變化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balance 把job 把marito拿掉 我只把age跟education 考定進去我的prediction model 然後我今天它原本是不能還起房貸的預測結果 突然變成說你可以還得起房貸 那這說明什麼 這三個feature很重要 這三個feature是導致它預測正確的一個key key feature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種不斷的 iterate的過程 去找到說每一個feature的重要的分數 這個就是shopee value ok 懂經濟學的人應該看到這個東西會覺得蠻 蠻親切 ok 好 那 whatshopee value不能用的話 那怎麼辦 這就是我在做研究 我在做研究就是 我想要把這個explanation的這個過程給加速 我想要讓 因為我每一個feature 每一個 每一個 我們在做 local explanation的時候 每一個使用者都必須要給一個客製化的 explanation的結果 那我剛才提到每一個客製化的 explanation的結果 都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explainer 就是一個解釋prediction model的模型 那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 套時間的一個過程 像是你如果 給一個推薦結果 然後你叫使用者說 不好意思等我10秒 我給你一個推薦 我給你一個解釋結果 使用者一定說不能接受 因為如果你一個網頁叫你等10秒 你一定就 左上角插插就按掉了 類似這樣 所以這個加速結果是很 是很重要 那在這邊 這個work就是我的去年投稿上的一個work 這個work就是我們目的是在加速這個 shopee value的這個運算過程 然後把這個過程的結果 提供給使用者當作解釋的結果 OK 那我們做了什麼 像我剛才在講說 shopee value它其實 因為我要go through all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eature set 對吧 所以我們今天假設有五個feature 那就是2的5次方 那是不是每一個feature的組合 都對模型來說很重要呢 不見得 為什麼就是有些feature它的交互作用 其實對模型來說是不重要的 那這個資訊可不可以在模型訓練完之後就得到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把模型的訓練的那些權重給拿出來 去看到說其實feature1跟feature2 黑色代表很重要 那featureX1跟X2它很重要 X1跟X3突然之間沒有跟X2那麼重要 那跟X5 X1跟X5來說其實完全不重要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X1X5這個組合 從算shopee value的這個組合給拿掉 那拿掉之後 例如說我們每一秒2的5次方可能要32次 可能透過這種拿掉的過程 例如說我們把這種灰色以下的色階的色塊的組合全部拿掉 那我們裡面所需要算的次數就變成是可能22 268 454 還說14次 所以其實是減了一半的過程 對吧 這個過程其實是可以加速這個shopee value的計算 然後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使用者可以接受的一個等待時間 那最後提供給使用者比較快速的這個解釋的解釋的這個結果 OK 所以這個數學師其實就是在表達說我們今天在shopee value裡面我們需要 需要去經歷所有的所有的feature的組合 然後我們今天把它變成是我們透過模型的權重去看到feature跟feature之間的interaction的重要性 然後把不重要的拿掉 然後最後我們去算這個proximatedshopee value 把這個shopee value當作是expansion的important score提供給使用者 OK 這就是這個work的精神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work其實有一個application的scenario 就是我們今天在train的一個prediction model 我們去預測說它的income是高還是低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可以用我們的模型去解釋這個訓練好的prediction model 然後進而去提供說為什麼它可能是因為你的高學歷 例如說你是爆肝工作人類似這種 然後是造成說我判斷你是高工資的這種結果 所以我們這個模型其實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快速的explanation的方式 然後在提供給使用者的這個情境上面做使用 OK 那右下角這個圖其實可以看到左邊這個藍色的這個bar 其實是ground truthshopee value 也就是說我們用經濟學跟theory的那個公式去算出來說 屬於這個feature來說真正它應該有shopee value的值是多少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們就算把那些不重要的feature interaction給拿掉 我們的shopee value在我們的這個model在預測出來這個這個importance的這個score 它其實跟shopee value是非常靠近 不能說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我們把一些combination拿掉了嘛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更快速 但是我們同樣不失去那個shopee value的那個準度 所以我們在提供給每個feature的重要性給users 我們可以說因為你學歷這一塊的feature 對於我們的模型來說 預測你是高薪水低薪水的這個模型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例如分數 或是把這個重要程度的ranking的結果提供給使用者 作為他想不想相信這個預測模型的一個參考 OK 好那下一個工作 那我加速一下 下一個工作的話是 因為我們前面是加速那個shopee value的計算過程嘛 對吧 那這個工作是我們與其要去加速的過程 那倒不如說我們去訓練一個模型 去把shopee value它那個計算的那個distribution 計算那個distribution給學起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上可以更快的去去給預測結果 為什麼是是因為我們這個DNA 就是傳統的一般的這種DNA模型 它其實上我們剛才是每一個就是user 我們要給他一個客製化結果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expansion model 所以我們今天要預測10萬個user 我們就要給10萬個model 那在這邊我們只要給一個user 我們只要給一個model去預測所有user的expansion結果就可以 那這個東西這個過程其實上也是加速 加速我們給expansion過程的這個進程 OK 那為什麼是因為一般的這種深度學習這種網路 我們只要給 例如說我們可以一次把10萬個user 當做data送進去那個預測網路 然後這個預測網路它就可以突出 屬於這10萬個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們再也不需要 我們再也不需要一個使用者對應一個獨立的expansion 我們現在只需要一個expansion去對應所有user 那這個訓練過程其實是我另外一個work 那這篇也在投稿當中 那它主要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 sorry透過一些正樣本跟副樣本的這種學習 什麼是正樣本就是例如說 我們今天把某些一張圖片我們把某些重要的特徵給遮掉 那這個如果我們遮掉這個特徵呢 是屬於不重要的特徵 例如說我們遮到狗的眼睛 那因為它還有另外一隻眼睛 所以可能一隻眼睛就相對來說不重要 那模型在判斷這張圖是不是一隻狗的時候 它還是做出一樣的判斷 這個就是所謂正樣本 那這個正樣本其實可以幫助 幫助我們去解釋啊 就是例如說我們說 我們希望一個人判斷說 這隻這張圖片 希望一個模型判斷說它是不是一隻狗 那我們給出的解釋 我們可以給說 因為狗在乎這些這些這些 因為狗 因為狗在乎這些這些特徵 所以我模型做出這個prediction結果 那這些東西是正向 那我們也可以給一些副項 例如說我們這邊給一個長頸路 長頸路就不是狗 所以模型就會說就會知道說 今天在遇到這長頸路的時候 它就是屬於這個狗的 的negative sample 就是所謂的負面樣負面教材 所以模型在製造這種正面的教材 跟負面教材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學 就是我希望我的模型給出的解釋 要越靠近正面教材 然後離負面教材越來越遠 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透過我的這個 設計的這個模型 那這個過程其實有一個名詞叫 contrastive learning 就是中文叫對比 對比學習吧 應該是 這個對比學習的過程 然後讓模型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的 然後我希望我錯的 對的跟錯的之間距離越來越大 然後讓模型往正確方向去訓練 那為什麼後面還有一個fine tuning的過程 這邊fine tuning的過程是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shopee 是因為shopee value有很強大的 經濟學game theory的一些 理論上的support 所以如果我們能希望 如果我們能製造出的這些 這些important score 它也具有shopee value這些特性的話 那再提供給 我不敢說提供給使用者有用 但至少再提供給一些 例如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或是一些高層 他們要去看說去evaluate說 這些evaluation的 這些explanation的結果是不是可信 那這個過程其實上可以 一可以去讓人家更幸福這個過程 二是我透過這個fine tuning過程 我希望我的這些東西 不要離shopee value太遠 那這個不要離shopee value太遠的 這個特性它 somehow可以去 因為這邊我完全沒有使用任何的 一些shopee value作為label去訓練 那後面我給少量的label 我是可以把它拉回shopee value的正軌 讓整個大模型在訓練的時候 不要逃離我們剛才所謂的shopee value 給explanation這個framework太遠 讓我們可以拿這個結果 去讓別人相信說 我們不是隨便去製造一個important score的預測 我們是基於shopee value的這個大框架 去做pretention 所以這個模型其實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它可以很快 因為它只要一個模型就可以應付所有的user 不像是以前一個模型只能應付一個user 然後再來就是它提供了正樣本和負樣本的選取 然後讓整個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不需要太大量的樣本 不需要太大量的label 然後也可以去訓練出對於所有user的這個訓練結果 OK 好 那這個我就 就不講 我就跳過來 可以看到右邊這個 右邊這個兩張圖就是我們訓練的結果 對 那這個訓練的結果就是可以看到說這是一隻鳥 那這個鳥的中間被框住 紅色就代表重要 藍色就代表不重要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image classification model 它其實上是在 為什麼會預測它是鳥 那就是因為它抓到這個鳥的特徵 對吧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相信這個image classification model 是做對的 然後也可以去看說 我們這個explainer是train好的 是train對的 OK 那在下面這個狗 因為這個狗的最重要的這個特徵是臉嘛 狗的這個臉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explainer訓練結果 它其實就是說 其實這個臉很重要 那我們把這個臉highlight起來 那就是最後的explainer的結果 OK 好 那有幾個application 就是例如說 其實我前面大致上都提過 就例如說這個XAI在recommended system上面 的重要性 是因為可以針對幾個不同的人 幾個不同的使用情境來說 例如說我對於客人來說 我可以讓他知道我拿什麼 什麼feature給你訓練 那為什麼你會做出這個結果 那讓大家覺得這個decision是對 然後更安心這個 對於這個recommended system更安心 那對於商人來說 那他可以透過這個 因為我就是例如說我投放廣告好了 那你總要跟廣告商說 因為我擷取了使用者 使用者的A feature B feature C feature D feature 然後導致我推薦這個使用者廣告 所以商人可以透過這種解釋的分析 去做出更好的 例如說我可以因為我發現可能這個市場 某些使用者會在乎什麼商品的特徵 我可以去做對這些商品特徵做調整 然後他也可以更信服這個廣告的投放結果 那對於這個我們這種工程師來說呢 提供這種expansion結果 他其實上可以幫我們去debug這個system 也可以讓我們去改善這個system 就是例如說我們如果抓錯了feature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OK 那再來就是healthcare的話 那就是例如說我們對病人來說 我們可以去說服病人說 相信這個診斷結果是沒錯的 那對於醫生來說 就是可以去協助他做正確的結論 就是醫生憑什麼相信這個prediction model 那你要總要說服他說 因為我會detect到什麼症狀 對吧 所以也可以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協助醫生 但我必要說他不能取代醫生的這個重要程度 所有的AI model他都是在協助為本質 對OK 這個outlier我覺得就先跳過 OK 好 那最後的話我來講幾個常見的這個open source package 這些都是免費完全免費不用付任何的錢 對那第一個就是captain captain其實是facebook開發的一個可解釋性的開源的套件 那這個套件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就我們要使用這種套件的時候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我們要解釋的模型嘛 對如果沒有解釋模型那這個xia就沒用了 所以我們這個code的話就是首先我們要一個可以 我們要去解釋的目標模型 那這個integrated gradient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其中一個我們剛才說 一直在說的explainer就是解釋模型的機器學習模型 OK有點local 所以我們把這個image classifier丟進這個explainer裡面 那它的這個explainer的output結果就會是我去highlight一張圖片哪裡重要 所以右邊這個結果就是左邊這個東西 output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是一隻天鵝 那它predume出它是不是一隻天鵝 是因為它看了這些重要的這些feature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輪廓知道 它真的是detect到這個天鵝 而不是detect到旁邊那些水 OK這就是過程 那不然就是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文字的模型啊 就是文字的classifier的結果 那是因為為什麼它會說這句話 這句話是一個positive的attitude 那是因為沒有 例如fantastic的字 那為什麼它是positive 因為它有best 那為什麼它是不好 例如說negative 對 那是因為它有horrible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showcase OK 所以這整個package的使用方式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只要幾行一行兩行三行 只要三行就可以搞定 就是搞定整個 explanation的process 那當然就是這裡面還有一些模型調教的一些trick 或是一些經驗譚 那這個就是要靠大家平常常去用的一些technic 才會知道的一些美美嘎嘎 OK 那另外一個package叫sharp 那它sharp它也是用同樣的concept在設計這個package 一樣它就是 例如說我需要有一個prediction model在這裡 它這邊把它寫成一個function 大家現在不用管 那我今天有一個prediction model在這裡 我今天有一個explainer在這裡 那這個explainer的目的就是要去製造說 每一個圖片 或是每一個 每一句話或是每一個user 它重要的feature或是重要的字 或是重要的pixel是什麼 對 那就是透過這個explainer 來最後做一個製造 所以它output出來的這個sharpy value 就會是屬於每一個pixel重要的important score OK所以整個過程就會比較像是這樣 我今天有一個黑盒模型 然後最後把它打開 然後知道每一個feature的重要程度是什麼 OK 所以整個feature會比較像是這樣 就例如說 這邊是一艘船 所以它就會說 highlight船的這個 這個部件在這裡 那就讓人知道說 知道說這個船很重要 是因為我detect到這個船的特徵 OK 那上面這個 後面這些圖是說 今天錯誤的樣本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後面就不用管 因為我們只在 我們這些這個 XAI這個模型 它其實我們不能去導正 去直接去導正prediction model不好的結果 我們就是基於prediction model 給出來的結果 做最忠實 最真誠的這個解釋的結果 所以今天不能說 喔為什麼這個 它在Fountain這個label下 它的expansion的結果好像很爛 廢話 因為它prediction本來就是錯 所以因為你本來決策就錯了 所以我基於你做錯的決策 去做錯誤的expansion 其實其實是 XAI是不能管 我們只是基於你給我的prediction model 最忠實的決定而已 對 所以再看這個speedbolt 這個bolt 這個label 才是比較合理的 OK 好 那可能多拖了五分鐘 所以OK 那今天演講就大概到這裡 OK 謝謝大家 有問題都可以提問 有問題都可以提問 我想確認一下 我這邊應該沒有什麼設定上的問題 所以說 有問題的人 可以直接 直接問一下 好 給我看一下 好 你好 我在那個 聊天室有一個問題 然後 謝謝你精采的演講 好想要問的就是 因為現在 因為我主要是做tree-based model 就是提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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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 然後 然後 因為就是在很多那種數據競賽 會是 使用目的可能比較少 那 比如說 數據競賽之後 最後都會 結合很多那種模型 然後塞在一起 然後去平均 那這種也可以用XAI這種方式 如果是Postalk的話 你是用什麼 XGBoost 或是LiGPM 例如說 我最近就有一個研究 就是XGBoost 加LiGPM 然後 結果再把它平均 這樣 OK 我必須要說 XGBoost那些 縱使它是數模型 但是它中間 有很多不同的layer 它其實是不能解釋的 對 所以一個可解 如果我要說一個模型 本身具有可解的事情 它每一個component 都要是清楚的 就是縱使你中間有一個 是不清楚的 那它整個就是不清楚的 所以 你剛才說的XGBoost 或者是LiGPM 都必須要用Postalk的方式 所以 用那些package 應該是可以去 去 幫你做 解釋上面的動作這樣 對 那如果我今天的 模型的預測是 基於這三 四種模型的 預測結果 去做平均的話 那我有辦法 一樣用就是你剛說的工具 去回推 就是它綜合的這樣子的性能 然後它的 然後它的 feature 對哪一些 是哪一些是重要的 你四個模型 都是不同的模型嗎 就是其實我 還是只是 但是我是用 不同的模型 然後去訓練 然後去 預測出結果 只是說我最終的預測 是這四個模型的輸出 再去做平均 OK 就單純的 ensemble 這樣 OK 好 那我覺得是不太 不太能對 四個模型的綜合 做評估 但是你可以對 四個模型各做 各別 對 然後例如說 我 explanation score 把它加起來評估 這是可以的 對對對 OK OK 感謝 OK 很多問題 謝謝 好 謝謝你的問題 然後 推薦系統中 遇到全新的商品 可能 可能 就例如說 我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為什麼 一些 假設Netflix 他一進去 或者YouTube 一進去叫你按說 你喜歡什麼歌 你喜歡什麼藝人 你看過什麼影片 這些東西 都是在建立你的 個人的profile 那透過這些 相同的profile 我可以去找到跟你 習性比較像的使用者 那我就把這些使用者的 先前的習慣 當作你最一開始的推薦結果 那你當然之後 拿到這些推薦結果 你會繼續再做你自己的使用 那再把你自己的使用的 這些東西 加上別人的一些 以前的習慣 然後綜合來弄起來 然後做最後的 就是你說 例如使用半年之後 你會發現你結果越來越準 就是因為他推薦系統模型 你在經歷的過程 OK 希望你回答到你的問題 推薦能入門 OK 有 就是你可以上網搜 就是XAI什麼 什麼block 有一個寫的蠻好的 這算是一本書吧 就它有 九個章節還是十個章節 對 然後我覺得它寫的蠻好的 然後 包括現在這個XAI 很多人都在做 所以你去Youtube上面打 例如Introduction to XAI 可能也會跳出一些 不錯的影片 對 但我蠻推薦我剛才說的那個block OK 特徵 特徵 在這邊 其實都 等一下 我看一下 OK 在我剛才講的Shopee Value 這個假設 它其實都假設每個特徵 是獨立的 那也有人在研究說 欸那今天特徵相異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 怎麼去 去 去分析 那這些人就是 比較著重在研究 Feature Interaction的 這種XAI的方式 有有有 有一些人在做這些方式 那 我記得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的 張全石老師的 的實驗室 有一些Papers在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相信會問出這麼specific的問題的人 應該 對這方面 應該是小有研究 或是 其實是個expert 對 所以這樣講應該 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OK OK 這種 這種 全新商品的推薦模型叫做 我答案是 叫做 Costart Costart Recommendation OK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方式 像我之前 我宣傳一下 我之前發了一篇 Paper 叫做 TPR 然後它叫 Textual Preference Ranking 這個東西它可以透過 不同的 使用者特徵 然後 來達到這種 你剛才所謂的 這種Costart Recommendation 的 方 的 推薦效果 對 這是我之前自己發的 對 公商一下 那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 找 有一個 U.C.S.D.有一個老師 叫 Julian McCauley 他們實驗室有很多人 在做 Costart Recommendation 對 然後你打這個 關鍵字應該 可以跳出很多 對 OK 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喂 欸 不好意思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在訓練 那個 狗狗的圖 就是 Positive 跟 Negative 的那個 狗狗的圖 跟 對比下面 下面一張 那個錯誤的圖 然後你把狗狗的那個眼睛拔掉了 那 我在想說 你在那個錯誤的答案 是否就是 也許把那隻狗狗的眼睛貼上去 會不會是 會不會讓訓練的效果比較好 喔 我這邊只是給一個 給一個 例子 但其實上我真正在訓練的時候 例如說 我是 假設它是一個 32前32的圖片 那我就是 給一個Random Mask 那這個Random Mask套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上並不會 例如說 我並不會單純聚在這 它可能是散布在 一張圖片的不同地方 那例如說散布在不同圖片的地方 我怎麼確認這個 這個 被遮住過後的這種 Example是Positive 我就把它丟到原本的Prediction Model 去看說 它Prediction的 例如說 Predict出來它是狗的分數 是不是掉很多 如果它幾乎沒掉 那就我就可以肯定說 我遮住了這些feature 它其實真的是Positive 對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說的是對的 例如說我今天把這東西遮到其他地方 是有可能 幫助模型訓練 是有可能 所以 這個是比較technical detail 就是我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有做這些事情 對 像這種方式直接遮的話 那它有可能遮出來的東西 例如說 我就直接遮掉很重要的東西 是有可能 對 OK 我覺得你是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OK 謝謝 好 謝謝 喂你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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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sorry 我的那個 鏡頭壞掉 把你打開 沒關係 我們很free 對 好 那Alan跟我想問一下 那個第十二頁 那個Sharp Z Value那邊 OK 就是我想確認我的 那個觀念沒有錯 OK 就是我可以理解成它是 就是我把一些 那difference那邊 是我把某些feature拿掉以後 然後它的difference如果很大的話 就代表那個feature是重要的 是這樣理解嗎 對 沒錯 因為它改變了原本的prediction的pattern 喔 那下一頁那個第十三頁就是 在您的paper中 就是有建立各個feature之間的關係 對 對 那個那個矩陣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那種 那個correlation的matrix的 的這種關係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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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相關係數的高或低 會跟就是我預測出來 它這個feature對結果的重要性是有關的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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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抱歉打斷你 我太興奮了 OK 好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跟prediction有關 是因為我這個矩陣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相關系數 但是它不是完全是correlation 它是基於我們model predict出來的 中間的prediction credit出來的那個model weight 我們把model weight抽出來去建立這個 這個feature跟feature之間關係的這種 這種 這種 權重的 的矩陣 的矩陣的這種權重圖 所以它這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圖片的 每一個色塊的這種interaction的 高或低都是 based on 這個model prediction的結果 所以我們才可以 拿這個東西當作去減少這種 計算 combination 的依據 對 它不單單只是 就是 就是 例如說我可能換了另外一個input 然後可能兩個feature 同時的可能增加或減少 或是之間的觀點 然後是based在這個weight的變化 去建那個matrix的嗎 例如說你可以 例如說你可以把 例如今天這個model裡面某一個 呃 層的weight拿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透過這個weight 可以去看說 今天這個x1跟這個x2 它是不是 例如說它interaction是不是比較大 或是今天x1跟x3是不是比較大的 對 類似這樣 reaction 可以想像是變化的 一起變化的那種感覺嗎 就一起變 就例如說 就例如說今天這個x1加x3 變化嗎 應該說今天這個x1和x3 對於模型的訓練 這邊先不牽扯到變化 就是我們單純看說 就單純把這個模型扒開 然後強制拿裡面的某一個 呃 就訓練的權重出來 那拿出這個訓練權重出來 我們可以去提取就是說 這個x1跟x3 加在一起的時候 對於這個prediction來說 到底多重要 類似這樣 就例如說我們可以透過 例如說它的x1加x3 它的weight很粗 就例如說它的 可能是0.8 貢獻0.8 那我們就把這個0.8 填在這 類似這樣 就是先沒有監測到後面 對 哦 了解 那還有一個小問題想問 不好意思 請說 沒事沒事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討論說 單一某一個feature 對結果的重要程度 是 到底是高還是低 那會不會說有一種狀況是說 獨立看A 它其實影響不大 獨立看B 它影響也不大 但是然而只有A跟B 同時存在的時候 它對結果是 影響很大的 那這種情況我要怎麼去 去解釋它 OK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跟前面 就是 呃 有一個人提到 就是今天這個feature 不是相依依的這種情況 其實就會產生這樣 產生你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今天 就是AB不是獨立的 那AB加在一起 就是如果AB不是獨立 那A不重要 B怎麼 B不重要 那A加B有可能重要 就是有可能產生這種情形 沒錯 那這種方式要怎麼去判斷 就是例如說我們去設計這個 Explanation Model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要去考慮 就不能把這種 feature獨立的這種假設 加在我們Explanation Model設計 所以像是我今天這兩個work 就是不管是 剛才那個 九宮格或是這個work 我們都假設 每一個feature是獨立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每一個feature 當作 算是一個特徵來算 但如果你今天要考慮那種 feature不同組合的話 那你考慮的層面可能 例如說你並不單只考慮ABCD 你可能要考慮ABCD A加B A加C A加D 當作A加D等於 假設等於F 類似這種 就是你把A加B 當作一個新的feature來分析 這是我目前想要比較naive的解法 那我記得 就是我剛才講的交通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的那個張軒士老師 他們的實驗室 有人在研究這種feature interaction組合的 就是feature組合的貢獻度 對於最後prediction 就是expansion的 performance的影響 是有人在做這個的 對 但我的研究就比較focus在 基於這種獨立feature的 對對對 了解 好 謝謝 謝謝Alan OK 感謝你的問題 對 討論區裡面有一個人有問說 random mask 影像的時候 mask size要怎麼選擇 喔 mask size mask size 你是說整張mask的大小嗎 還是 對 比如說像 狗的眼睛那個 那一個 你 比如說你今天 你今天mask如果是 比眼睛還要小的話 這個mask是有效的 喔 OK 我們在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最小的單位是一個pixel 對 所以 我們應該不可能比pixel還要小 對 所以 例如說 如果mask size 你再問說 要mask幾個的話 這種東西就是 例如說 我們在random的時候 完全不去 我在這個work是裡面 完全沒有去限制 但我知道有人是 會去限制說 我不希望我遮掉的東西太多 就是 為什麼我不希望遮掉的東西太多 是因為 如果遮太多的話 其實會反而導致它那個random出來的結果 不這麼positive 類似這樣 或是根據它的目的 有不同的選擇 類似這樣 或是它可能只要挑幾個很重要的feature 出來 那我今天如果mask mask掉 例如說 很少部分 那其實就不是 不是我們樂見的結果 類似這樣 但如果你是說mask 那個dimension的話 那它必須要跟原本的image dimension是一樣 不然我蓋不上去 對 OK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這是安德嗎 OK 好謝謝 感覺這個有點人為決定 因為我會覺得說 像比如說你今天mask size 如果今天 你的mask size 是 感覺上是有一種 所謂一種feature的最小單位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因為你今天眼睛如果feature的最小單位 你一定會超過一個pixel 因為你的root 的情況下面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是說這個問題 有時候感覺上 你這size的選擇 是不是其實蠻主觀的 這個選擇其實 有人在做 例如說 也不是有人在做 有人的 啟動一個方法 例如說 他知道他指這些component 這些object 都是比較大的 例如眼睛是比較大 那他就例如說 他的mask 他就不是random每一個pixel 他是random每4x4pixel random每6x6pixel 透過這個方式去摺 也有人是這樣做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我們都已經不知道 模型他在乎的pixel 可能是眼睛的模 右上加左下 或是左上加右下 類似這種 所以在 如果給這麼強的假設 我覺得模型訓練 會比較不好勸 就是 比較這種expansion model 會比較不好勸 對 當然你說的是 我覺得是exactly exactly right 就是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有人就是 其實有人詬病說 這種做出來的解釋 他其實就是大概大概遮一下遮一下這種 這種 例如說大概秀出哪一個重要 其實這邊眼睛也沒遮到啊 什麼的 其實就是有可能就是因為 這種mask 一開始還沒有做好的原因 然後導致我最後給出來的東西 不這麼 不這麼 就是comprehensive 這樣 對 這是有可能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超好的 對 OK 好 嗯 感覺上 聊天室裡面沒有新的問題 那 那我們再 謝謝一次 裕南今天的演講 好 謝謝大家 欸我要怎麼 我也來拍個手 謝謝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大家捧場 欸今天有幾個人 我比較好奇 因為我看不到 今天我這邊看到的是有 total最高 是不是最高有到32 才這麼多 我發現好多人喔 是怎樣兼領域的關係嗎 可是沒有人幫我facebook 那個按讚啊 不是開玩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天我 因為必須說我之前給過一次 我本身是物理專業的 total五個人 哈哈 哦 OK 可能 可能這個東西 大家比較好奇 然後不知道怎麼入門吧 我也不知道 對 但不過滿開心有這個機會 分享一下所學 不然都在吃社會資源 總要分 總要貢獻一下 吃社會資源 對對 對對 你是高宏安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我不是 我不是台大的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我全身還噴 OK 好 感謝感謝 突然在外插補問一個問題 像比如說你前一張前一張投影片裡面 嗯 這個嗎 這個 這個 那個矩陣的那個 這個嗎 OK 對對對這張 那 矩陣對角 所有這種X1X1X2X2 你自動忽略是不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他們在這個 自己跟自己的 自己跟自己的關係 就是不討論 我們就不討論 不討論 就不討論 對對對 因為就是可能在這個問題 定義裡面就沒有意義的感覺 對 因為Shopee Value 它其實就是自己跟自己還是自己 對 因為自己跟自己的組合還是自己 對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 那想單而自己跟自己 決定是高度相關 對 對 對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接觸分享 哈哈 那大概 我想一下 那我可能先stop recording OK